欢迎来到MOVING24H频道,请订阅频道,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今天我们想向您发送以下时事通讯。 网传王一博影视签约新公司,风口浪尖之上,成而公开二搭。 网传王一博的新电影《无名》上映之后,可以说是养活了一大批黑粉,早在这部电影宣布上映之前,他们都已经做好了准备,这是王一博人生的首部电影,对他来说意义重大,电影的成功与否也决定着他接下来在电影圈的进一步发展。 电影上映之后,黑粉进行了猛烈攻击,甚至不带演示的恶评,但目前看来,即使是这样,也没有对王一博造成太大的影响。 在排片并不算太有优势的情况下,电影的票房还在上升,让粉丝们更惊喜是,黑粉狂欢之后,成而依旧选择与王一博二搭。 无名这部电影是成而导演与王一博的首次合作,其实在此之前,大家也不知道王一博会在电影中有怎样精彩的表现,从成而导演的评价中,大家能够隐约地感受到制作团队,对王一博都很认可。 这一段时间,王一博被黑粉猛烈攻击,所有人都看在眼里,导演也一直在鼓励他,导演会公开点评黑粉各种不过脑的评论,也会安慰。 王一博表示,这些攻击都不会对他们造成任何影响,言语上的安慰尚且能够起到一定的效果,选择与他二搭绝对是最大的鼓励。 在这之前,王一博完成了多部电影的拍摄,而且接下来都会陆续和大家见面,成而导演在最新的采访中提到了,接下来他将继续合作王一博,而且将制作一部有关人鱼题材的电影。 导演还透露这将是一部超级艺术片,而且会是一部大制作,选择在多地取景,成而导演是对艺术有很高追求的人,从他过去的很多作品中也能够看出他的影片质感都非常好。 这段时间王一博的口碑处于风口浪尖之上,如果成尔导演真的不认可王一博,他完全可以不再继续与之合作,但在这种关键时刻,他选择与王一博合作,不仅给予了他鼓励,也证明了王一博是值得的。 成尔导演在这个时候官宣与王一博的合作,让粉丝们都觉得非常感动,王一博也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,这么多年以来他能够有今天的成就,帮助他的人有很多,他也会用心记得,每一个帮助他的人。 近日有网传消息称王一博的影视早在2021年就已经签约了新公司,而且他签约的公司是陈坤的东森未来,除此之外,乐华娱乐另一位女艺人孟美琪也换了公司。 从过去一段时间王一博的行程安排中能够看出,接下来他确实要把更多工作的重心放在影视上,但对于影视换公司的这件事,大家还是存疑的,而且官方也并没有认证。 在此之前,成尔导演曾提到过自己与王一博的合作,当时也是通过很多人介绍的,两人之前见面的时候,乐华娱乐的老板杜华还陪在旁边。 如果王一博的影视真的签约了新公司,应该也是新公司的工作人员一起陪同,实际上无论王一博接下来做出怎样的选择,粉丝们都会一如既往地支持他,相信他在各个领域都能够有更好的发展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、充满活力。再见。